第十五课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Lesson 15 The rest of them are all okay 大家好 欢迎来到HSK标准课程第三集 我是高赫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十五课 课文一 大卫的汉语说得很好 他来中国两年了 每天都认真上汉语课 平时他喜欢看汉语电影 听汉语歌曲 他说汉语真的一点也不难 大卫是外国人 他来中国学习 我们可以说 大卫来中国留学 留学 to study abroad 跟我读 留学 留学 来中国留学 留学生 大卫是留学生 大卫是美国人 我们也可以说 大卫是美国留学生 来中国留学 能让你的汉语变得更好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很好的 大家现在的汉语是HSK三级 HSK是什么意思 H 汉语 S 水平 K 考试 水平 Level 跟我读水平 水平 它的汉语水平怎么样 它的汉语水平不高 它是HSK一级 它的汉语水平很高 它是HSK六级 大卫有很多中国朋友 它的汉语水平很高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提高 汉语水平不高 它要努力学习汉语 提高汉语水平 大卫上次HSK三级考了八十分 这次还是八十分 它的汉语水平没提高 大山上次考了八十分 这次考了八十五分 它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一点 来中国以后 来中国以后 他们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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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to practice 跟我读练习 练习 我们怎么样能更快地提高汉语水平呢 对 要多练习 想学好汉语 就要多听 多说 多做练习 Jack的篮球打得真棒 我问他怎么提高篮球水平呢 他告诉我要多练习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昨天的作业你写完了吗 写完了 写完了 你完成了作业 完成 跟我读完成 完成 完成 完成作业 没完成 你完成今天的工作了吗 我还没完成 很好 很好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我叫你 炸 做练习 打利走 打利走 或者我们ится 跟我读句子 读句子 一个句子 我不明白这个句子的意思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其他 other 跟我读其他 其他 其他人 其他事 我不喜欢吃香蕉 但是其他的水果 我都喜欢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 发 发电子邮件 请把作业发给老师 这条短信 message 你发出去了吗 这条短信 没发出去 让我们看看 这个词 怎么写 好了 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遍今天学过的生词 跟我读 留学 留学 水平 水平 提高 提高 提高水平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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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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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 句子 完成 句子 其他 其他 发 发 非常好 这些 是什么水果 对了 苹果 香蕉 西瓜 这些水果 老师 只喜欢苹果 别的水果 我都不喜欢 可以说 除了苹果 除了苹果以外 别的水果 我都不喜欢 我们看这些颜色 大山 喜欢红色 其他的颜色 他都不喜欢 我们可以说 除了红色以外 其他的颜色 大山 大山 都不喜欢 大卫 喜欢什么运动 除了跑步以外 游泳 足球 大卫 都不喜欢 爱琳 喜欢什么饮料 除了咖啡以外 牛奶 茶 爱琳 都不喜欢 在汉语里 除了 以外 都 indicates that except the parts being mentioned all the others in a specific scope are the same in a certain way 小丽 小丽和老师 不一样 小丽 喜欢吃苹果 她也喜欢吃香蕉 和西瓜 我们可以说 除了苹果以外 小丽 还喜欢吃香蕉 和西瓜 或者 除了苹果以外 小丽 也喜欢吃香蕉 和西瓜 妹妹 喜欢唱歌 也喜欢跳舞 可以说 除了唱歌以外 妹妹 还喜欢跳舞 或者 除了唱歌以外 妹妹 也喜欢跳舞 你还会说 哪些语言 除了汉语以外 我还会说 英语 和法语 或者 除了汉语以外 我也会说 我也会说 英语 和法语 用电脑 能做什么 除了工作以外 电脑 the subject is p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or write before 还 也 这些句子 还可以这么说 小丽 小丽 除了苹果以外 还喜欢吃香蕉 和西瓜 小丽 除了苹果以外 也喜欢吃香蕉 和西瓜 妹妹 除了唱歌以外 还喜欢跳舞 妹妹 除了唱歌以外 也喜欢跳舞 我 除了汉语以外 还会 英语 和法语 我 除了汉语以外 也会 英语 和法语 电脑 除了工作以外 还可以 听音乐 和玩游戏 电脑 除了工作以外 也可以 听音乐 和玩游戏 大家看 这些句子 和前面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 地方呢 对了 这些句子的 主语 subject 可以放在 句子的 最前面 也可以 放在 还 也的前面 在这些句子中 以外 可以不写 或者 只写 外 好 下面 我们来 做一做练习 完成 对话 你写 你写好了吗 我们来看看答案 一 王莉 昨天 谁去看电影了 除了我 都去看电影了 二 林达 我 爱 汉语 这几个字 你哪个不认识 我除了第一个字以外 别的字都不认识 三 你知道 中国都有什么节日吗 除了春节以外 还有端午节 我想知道你周末的打算 我可以问 你周末有什么打算 你还没有计划 你可以说 我周末没有什么打算 我想请你去吃饭 和平饭馆怎么样 那个饭馆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菜 你可以说 那个饭馆没什么好吃的菜 我们换个地方吧 在汉语里 什么 can be used as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instead of an indefinite person or thing making the tone more polite the sentence will not change if 什么 is left out 你有没有 什么爱好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这个商店的衣服怎么样 这个商店没什么好看的衣服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我都懂了 好 我们一起来听课文 听课文的时候 想一想 男的来中国以后 觉得自己的汉语怎么样 老师 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 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也不快呀 你每天认真学习 做练习 完成作业 一直不错呀 这是我昨天的作业 您帮我看看对不对 写的不错 除了这个句子 意思有些不清楚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电子邮件 男的来中国以后 觉得自己的汉语怎么样 男的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也不快 你答对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课文 读课文的时候 想一想 一 老师觉得大山学汉语学得怎么样 二 大山昨天的作业做得怎么样 老师 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 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一点也不快呀 你每天认真学习 做练习 完成作业 一直不错呀 这是我昨天的作业 您帮我看看 对不对 写得不错 除了这个句子 意思有些不清楚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以后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电子邮件 好了 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吧 老师 老师觉得大山学汉语学得怎么样 老师觉得大山每天认真学习 做练习 完成作业 一直不错 大山 大山昨天的作业 做得怎么样 除了一个句子 意思有些不清楚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你答对了吗 真棒 下面 我们跟着录音 再读一遍课文 老师 我来中国留学两年了 但是我的汉语水平 提高得一点也不快呀 你每天认真学习 做练习 完成作业 一直不错呀 这是我昨天的作业 您帮我看看对不对 写得不错 除了这个句子 意思有些不清楚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电子邮件 好 下面你能用自己的话 说一遍对话吗 大山来中国留学两年了 他觉得自己的汉语水平 提高得不快 但老师觉得 他每天做练习 完成作业 学得一直不错 大山请老师 看他昨天的作业 除了一个句子的意思 有些不清楚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老师告诉大山 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给他打电话 或者发电子邮件 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 选择词语填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一 用今天学的生词 写五个句子 二 一会儿就要上课了 但是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三 怎么样才能提高 我的汉语水平呢 你可以多做练习 多认识中国朋友 四 你的口语这么好 你是怎么学习汉语的 我每天都和朋友一起练习口语 留学能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 除了做练习 完成作业 你还有其他的学习方法吗 如果有 可以发电子邮件 告诉老师 好了 问问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吧 我们下次见